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阿黑麦 现在我独自一人走在成都的那个街头 慢慢跳着小雨 然后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凌晨的 12点12分 12点12分 然后肚子非常饿 然后我刚才打开软件看一下 附近正好有一家海底捞 然后团购价的话只要88 今天咱们就一个独自 就吃一个海底捞吧 体验一下 88的话价格还是挺划算的吧 所以我感觉吃海底捞就人均吧 一个人要100块 我们去试一下 告一下那个一个人吃海底捞什么感觉 能不能吃饱 好了 现在我已经到达海底捞了 刚才我一出电梯 那个小姐姐离我还老远了 就看到我回来了 就是非常热情 说到现在已经12点半 但他们热情是没有退减 本来说我今天想去 就楼下图个方便去那个全家吃便利店了 但是呢我一进去 他说不让拍摄 就有点郁闷 我也不拍什么 我就拍我自己 他不让拍摄 然后我就出来了 吃这个火锅88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吧 一个人88 因为我现在去那个便利店 就说全家 举个例子 去那里面吃我估计 虽然我没吃过 但是我看一下那个上面的价格 随便吃一个便当都要二十几块 一个人吃下来 我估计得是要四五十 四五十再加个三十几吃一个火锅 它不香吗 还就是我觉得吃海底捞 它里面的配料真的是太丰富了 然后这边是蔬菜 有两份主食 有土豆和山药 然后这个应该是牛肉吧 然后呢有虾滑 毛肚 鸭肠 五川肉 农利鱼 还有一盆蔬菜 然后可以开锅了 这个的话是刚才有个那个服务员 他说 就他那个锅底上也没给我开锅 然后送了一份这个小吃 先煮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牛肉吧 加小米辣还是特别辣了 它肉很嫩 特别劲道 下一个鸭肠 鸭肠 感觉确实有点少 可能会有小伙伴会吐槽 但是要4元少 88嘛 你得把它综合因素给算进去嘛 它这里面还有那个人工服务 还有这种环线 自助 开动了这个鸭肠 裹上这个植尔根和小米了 裹满 我可能感觉到它已经很脆了 嗯 幸福 这个是套餐里面的这个龙鲤鱼 感觉挺嫩的 就我一般吃火锅不会剪这个 哦 这个鱼的话一点也不腥 就我之前在超市买的那个龙鲤鱼自己拿回家就煮嘛 挺新的 88元套餐汁午餐肉 因为我吃火锅的话 我从来不会去点这个午餐肉 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像吃了面粉 没有肉的那种纤维 吃了比较有口感 可以了 嗯 虾滑哪一个 哇 后面了 太过瘾了 平常我跟朋友们出去吃那个火锅 虾滑总是最先被抢光的 然后我感觉 我感觉还是一个人吃的爽 没有人会跟你抢 直接不用看人家的什么心情 嗯 后面过瘾 然后我刚刚才得知 他这里边还有一个捞面 就等下师傅可可给我上 还有一个主食嘛 捞面我觉得这一份 还是可以了 太香了 然后我吃一个这个刚才小哥拉的面条 这个算是一个主食 这一锅我觉得还能吃饱 有六个荤菜 然后呢 土豆 土豆 山药还有一个面皮 到最后也能辣了 好了就我现在说到这个巴孙这个海里的套餐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吧 就我自我感觉还行 就比如说你半夜真的是哪天发神经了 就想下楼吃个火锅 可以是一个你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一般这个时候的火锅店都关门了 要么的话 可能有的某些开着的 当时呢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肯定没这边做的好 就整个用餐的体验还是非常舒服的 28元包摊这个火锅底料 能够让你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完全吃饱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观看 我是阿姨妹 拜拜